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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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云端的观众 有人知道这是什么鸟吗 这是蜂鸟吗 其实这是紫赤两鸟 它们身上布满 星星点点的斑点 但是在阳光下 你会发现 它们带有金水光泽的羽毛 能够产生从蓝绿色 到紫色的变化 还是很好看的 通过这张图片 我们可以看到 紫赤两鸟它本身并不大 体长约20厘米 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紫赤两鸟 它是究竟如何在空中组团配合的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段视频 这三个简单的原则 其实就是两鸟器官形成的必要条件 我们观察世界上的鸟群 大部分的都是按照相同的方式在运作 两鸟的世界 就是有一个这样非常明确的生存法则 每一支必须要严格遵循着三个鸟群 并且反反复复地重复着 所以才成就了我们大家看到的奇观 他们也是凭借这样的智慧 去迷惑了捕食者 保护了自己和自己的同伴家族 原则至上的空中舞者 这就是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新支 谢谢大家 好 范老师您好 您好 张老师您好 范老师您好 范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新支 是关于凉鸟的 这个名字听起来就让人觉得是非常的舒服 一只鸟在炎炎夏日 给我们带来很凉爽的感觉 当然那个凉可不是这个凉 凉鸟世界上有多少种 我们国家是13种的凉鸟 那么凉鸟科的种类的话 相对来说会多一些 好 那么今天 我们的知识语文分享团当中 也有朋友对于凉鸟是非常的了解 现在我们就请他们当中的一位达人 来为我们进行一下 关于凉鸟的知识的补充 来 让我们连线一下 经常担任科普讲解活动的 经常从事野外野生动物调查的 王玉京老师 王玉京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听说他们都管您叫净鸟是吗 对 因为像我们专业出野外的话 女生都当汉子时 所以叫净鸟 想问一下玉京老师 刚才我们第一位动物 神奇动物推荐人 给我们介绍的这种凉鸟 您了解的多吗 那么我们今天提到了紫赤凉鸟 那由于它也有这种击鸟一块觅食的习惯 所以它们对于消灭蝗虫来说是非常有效的 因此很多科学家把原本分布于欧亚大陆的紫赤凉鸟 把它们引种到了像非洲 北美洲 南美洲 还有我们说的这个澳洲等地 那目的呢就是为了防治当地的蝗灾 那其实说回来我们中国也是全世界遭遇蝗灾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因此呢我们国家在这个治理蝗虫灾害方面也有很多的经验 那么最有名的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新疆的银鸟制蝗的一个计划 那么在新疆地区呢生活着一种紫赤凉鸟的亲戚 由于它长得很粉嫩啊所以得名为叫做粉红两鸟 那么它除了长得粉嫩之外 它还是一把这个我们说面黄的好手 因此伊犁的老百姓啊就给它起了一个绰号 叫做草原面黄铁甲兵 那像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个粉红两鸟呢 它的这个食物的话主要以蝗虫为主 那么每天捕捉蝗虫的数量在100只左右 那么至今为止我们新疆地区每年招引回来的粉红两鸟的数量呢 达到了100万只以上 这里我们蝗灾呢可以达到上百万亩甚至更多 所以说在两鸟团队作战对战蝗虫的这场战役中是完胜的 好了谢谢大家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哦 好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范鸿敏老师为我们带来的两鸟新知 能够引起我们60位云上观众多少位的喜爱呢 来 朋友们准备投票 开始 57票 哇 好厉害啊 恭喜恭喜 谢谢 听心听了半天 已经听到了范老师还有刚才静哥为我们介绍的关于两鸟的一些新知 您有什么想了解的 这个两鸟啊 它呢是吃蝗虫的 好像被列为了入侵物种 为什么会被列入入侵的物种呢 因为它不仅仅是吃蝗虫 它可能还会吃一些其他的昆虫 甚至是吃一些古物 一些这个果子 甚至是这个牧场里边的奶牛的食物 都会成为它的食物 所以呢每年只吃两鸟呢 可能会产生一些能力上的损失 但是呢我们说一个物种呢 它是不是外来入侵物种 从我们人类自身的利益出发 我们认为它对我们的利益产生损害 但是在正常的它的自然界中来说的话 它是这个生物圈的一分子 对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看我们的科学点读专家 静硕老师能给出多少分 刚才这个范鸿鸣老师啊讲的非常有意思 因为两鸟这一类物种啊 它其实还是在各个地方都是适应性非常强啊 非常普遍的一种鸟 范老师呢给我们充分的展现了啊 这个两鸟的风采 另外的话呢 刚才我觉得这个范老师做了这小实验 又让我们深刻的认识到了张鹏岳老师 反应力是如此的激进 张老师你晚上吃的什么 所以他这个小实验 使整个全场都感到震惊了 因此的话我想呢 给范老师十分 是上来就给十分啊 谢谢张老师 真是大方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经过了第一轮之后 目前范老师积分是多少 67分 恭喜范老师 分数已经非常高了啊 谢谢 接下来您要接受我们的 知识云分享团的考验了 好的 好 看看您的运气如何 看看您会挑中哪一位 知识云分享团 请旋转 听 现在范老师已经选定了 我们知识云分享团当中的 鸟类学硕士 郝语琪 来我们连线一下郝语琪老师 哈喽大家好 下面我来给大家出三道题目 请听第一道题 请问 子赤两鸟是终身一夫一妻之吗 A 是 B 不是 请作答 我选 B 不是 少有鸟类是 重贞的爱情 但是确实是也会有的 为什么呢 因为对于鸟类的昏配制度来说 那么大多数的鸟类的昏配制度 都是单配制的 但是这大部分的单配制里边呢 实际上多数的都是一个繁殖季节内的单配制 也就是说过了这个繁殖季节 那么到了你下一个繁殖季节的时候 它又开始重新地去求 重新地去学校 就是短期之内组成一个小家庭 为了反应后代 好 来 我们看一看正确答案是什么 答案是 B 不是 好 恭喜范老师 范老师得到了十分 谢谢 来 我们看看 郝老师的第二题会是什么题目 请问 紫赤两鸟的巢穴 一般建在什么地方 A 树洞中 B 小溪边 请作答 这个题目呢 其实是 可以是一个多选题 因为什么呀 它给出我的答案只有一个 我只能选一个 对于两鸟科的鸟类来说 它们喜欢是洞巢 它们是属于这种刺激的洞巢鸟 大多数时候它是不打洞的 它呢主要是把它的洞呢 住在房檐下 这个缝隙里 树洞里 甚至一些牙壁的缝隙里 这是找现成的地儿 所以我选答案A 好 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是什么 郝老师 正确答案是 A 树洞中 好 恭喜范老师 又拿下十分 谢谢 好的 我们再来看看最后一道题 请问 子翅两鸟的幼鸟 由谁抚养 A 父母双方共同抚养 B 母亲单独抚养 请作答 实际上对于很多的鸟类 尤其是雀形木的鸟类 它们的这个幼鸟呢 是属于晚成储 也就是说它出科之后浑身没有羽毛 那么需要它的父母去投入很多 那个晚成鸟它还有一点就是 它出科之后它长得非常的迅速 所以大多数的这种晚成鸟 都需要它的亲鸟双方来共同的投入 郝老师 选A正确吗 正确答案是 A 父母双方共同抚养 所以恭喜范老师又得十分 谢谢 谢谢张老师 谢谢郝老师 好 经过了两轮之后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 范老师目前的积分总共是多少 97分 恭喜范鸿敏老师 他为我们带来的 两鸟新枝成功入驻我们的动物新枝 不见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种神奇动物 曾经给我小的时候留下过非常深刻的印象 据说当它们浩浩荡荡前进的时候 路上它们遇到的所有障碍要全部的干掉 无论你是人 是水牛 还是豹子 在它们眼里那都是食物 那么这种动物会是什么呢 掌声有请我们的下一位神奇动物推荐人 高齐老师 高齐 清华附中生物教师 大家好 我叫高齐 是一名来自清华附中的生物老师 很荣幸再次来到我们的科学动物园 那相信观众朋友们也经常去爬山 那今天我们的虚拟场景 相信很多朋友也很熟悉 这就是我们的野外森林 那今天我要推荐给大家的这种生物 也是在这样的森林当中 一种个体虽小 却让各种各样的动物 都闻风丧胆的小昆虫 这就是行军蚁 对于蚂蚁 相信很多观众朋友都不陌生 然而行军蚁 却和它们完全不同 那究竟为何这小小的蚂蚁 能让这么多大型的动物 都闻风丧胆呢 那这里我们就说 它有两个特别重要的特点 第一个 行军蚁的蚁群非常庞大 一个羽群当中 通常有从数百万只 到上千万只的个体数量 所以即便面对个体较大的生物 它们也能通过个体数量占领优势 第二个就要说到 行军蚁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生活习性 那通常每隔23天左右 行军蚁就会进行一次迁徙 迁徙到十余米外的一个场所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迁徙现象呢 其实它们的迁移目的只有一个 原因是在原来驻地周围 所有的食物已经被取食殆尽了 它们需要寻找新的猎食场 那我们也就可以理解说 这些行军蚁不是在吃 就是在寻找吃的路上 那对于行军蚁来说 无论是迁徙还是在掠食时 它们都会排成非常整齐的一个蚁群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个视频 那我们观察整个迁徙大队啊 我们会发现在这个蚂蚁群中 有大小不同的很多种蚂蚁 其中个体最大的 就是我们现在要聊的 它们是行军蚁的兵蚁 那下面我们就来认识一下兵蚁 那行军蚁的兵蚁 有发达的上颚 还有发达的头部 虽然它的头部很大 但实际兵蚁的脑容量却非常的小 在它庞大的头部内 着身有大量的肌肉 使得它们的上颚 具有非常强大的咬合力 这些兵蚁在蚁群当中 通常起到一个护卫的作用 所以当有一些其他的生物 来干扰蚁群迁徙时 兵蚁就会蜂拥而至咬退它们 那有的时候啊 蚁群也会碰到一些猎物 比较坚硬难以切割 兵蚁也会不遗余力 来帮助蚁群分割猎物 我们来看另一种 另一种蚂蚁它的个体仅有兵蚁的一半 那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下 行军蚁的公蚁 我们看行军蚁的公蚁啊 个头虽然比兵蚁小 但是它们的数量可是非常庞大的 在整个羽群当中 完成狩猎捕食运输等工作 大多都是这些公蚁的责任 这些公蚁虽然没有兵蚁那么发达的上额 但是在它们的上额上 却有很多锯齿状的结构 这些结构可以确保它们把食物分割开 并带回到自己的巢穴中 在这整个羽群当中啊 我们看到了兵蚁和公蚁通力合作 一起来完成了这个捕食工作 在羽群中兵蚁和公蚁合作 无论是体型建树的蝗虫 还是身披种甲的螃蟹 都会变成它们的美食之一 对 你没听错 即使是对于我们来说 都感觉很坚硬的螃蟹 在行军蚁面前也变得不堪一击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个视频 对于行军蚁来说啊 有一种特殊的工蚁非常有意思 那就是领头蚁 和其他蚂蚁类似 行军蚁的巢穴当中也有一只蚁后 这个蚁后统领着家族的兴衰 那但是啊 我们说蚁群到巢外 去哪里觅食 或者说蚁巢下一次 向什么地方迁徙 实际以后并不能做到 在家中运筹帷幄 这个时候 我们的领头蚁就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这些领头蚁可以带领着一群 很多特殊的工作 那工蚁啊 还有最后的一种 这种个体较小 而且通常仅仅待在蚁巢当中 那这就是小工蚁 在行军蚁中啊 蚁后 中型工蚁 小型工蚁 领头蚁和兵蚁 五种蚂蚁一起经营起了它们的巢穴 那行军蚁 除了刚才我们了解到的这些蚁外 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在自然界啊 极少有动物能够自己搭建起一座桥 那这个就是行军蚁的本领了 那我们来看一张图片 在图片当中 我们看到了许多工蚁用自己的身体搭建了一座桥 但它们如何做到的这件事呢 这些领头蚁就像数学家一样 它们会测算出来啊 到达捕猎之处 我们在哪个地方搭桥 既节约人员成本 还可以以最快的速度发现猎物 那对于这些小小的生物来说 是不是有这样的本领 非常的神奇 对于生态环境来说 虽然行军蚁会捕食大量的生物 然而它也是这个森林生态系统当中 重要的一环 对于这个生态系统来说 很多生物如果没有天敌 便会无限制地发展 而蚁群恰恰限制了 它们的种群数量 使得这一个生态系统 可以平稳地持续地发展 分工明确的蚂蚁天团 行军蚁 就是我这次为大家带来的推荐生物 那我的演讲就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高崎老师你好 你好 你好 江老师好 这个高崎老师给我们带来的 是有关军蚁的新知 高崎老师不愧是研究昆虫学的博士 对于蚂蚁都有如此深入的研究 不知道我们的知识云分享团 各位当中有哪一位 愿意为我们来补充一下新知呢 大家好 我是一名动物爱好者 平时喜欢看一些跟动物相关的书籍 最近呢就看到了 行军蚁当中可能会出现的一种现象 叫死亡漩涡 说的是一群蚂蚁 它会顺时针地原地打圈 直至经历浩劫而亡 领头蚁它会分泌一种跟踪激素 其他的蚂蚁呢 闻到它的味道就会紧随其后 所以一旦 我们的领头蚁意外死亡 其他的蚂蚁就容易迷失方向 最终呢 找不到回家的路 经历浩劫而亡 关于死亡漩涡这种现象 它的出现跟领头蚁的死亡相关 也跟一些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相关 因此 当我们看到蚂蚁在行军的过程当中 咱们不要去刻意的破坏它们的行军路线 当然 更不能去伤害它们的小生命 好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 好 我们现在就要看一看 由高齐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动物新知 能否让我们的六十位云上观众满意 大家准备投票 由高齐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动物新知 能否让我们的六十位云上观众满意 大家准备投票 好 高齐老师获得了五十六票 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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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锐老师 所有的记载啊 就是实际上行军蚁是很少捕食一些除了节肢动物以外的动物 更何况是比较高等的哺乳动物 那这种情况下 它们正常不会捕食 那当然也有特殊情况 那行军蚁的自我保护能力特别的强 所以当有一些生物如果来主动地进攻它们 或者说阻碍了它们行军 那这个时候我估计它们就是无所不杀了 那躺着我给我身上从头到脚抹上蜂蜜 甜甜地站在它们面前 它们走哪儿我独哪儿 走哪儿我独哪儿 它们会把我感觉 不作死不会死 那我觉得还是至少会很胖 现在我们就要看看我们的科学点评专家 张静硕老师要为它打多少分 同时静硕老师也可以为我们补充一些 关于这种神奇生物的知识 我去亚马逊的时候 我就亲眼见过大量的这个行军蚁 真正到了这个南美热带雨林当中 去亲眼看到这个行军蚁 就像刚才高齐博士讲到的这些知识 使我们其实对过去的一些错误的认识 有了一个更正 所以这个肯定对我们来讲 是一个很重要的新知 行军蚁确实它是整齐划一的 它太有纪律性了 它的这种机制的话 仍然是科学家未来研究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因为我们通过研究行军蚁 甚至我们可以来了解我们人类未来 能不能够解决我们交通拥堵的问题 综合来评价 我觉得高齐老师 他不愧是有经验的中学生物老师 讲的是非常的流畅 我给你9分 你9分 好 谢谢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 经过了第一轮打分之后 高齐老师目前的分数是多少 好 65分 恭喜高齐老师 谢谢 那么接下来就要由高齐来接受我们知识云分享团的科学达人的考验了 他们每一个人都准备了三道题 看一看你会抽中谁每一道题十分 好的 好 知识云分享团请旋转 好 停 好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知识云分享团的昆虫学博士高鹏老师 我们连线一下高鹏博士 大家好 主持人好 今天有我为大家提问 题目一 蚁群中除了蚁后 其他蚂蚁可以生育吗 A 可以 B 不可以 农云老师怎么想 我觉得分特殊情况吧 因为在蜂巢当中按道理说只有蜂后能够产 对吧 但是偶尔特殊情况也会出现莫名其妙的有女儿可能突然就发育了 但是我觉得这属于个案 我认为在异潮当中 新军医当中只有母后能生娃 确实是类似的 就是刚才张金硕老师所说的真实微型昆虫 大部分都有这样的特点 那实际不是说它的巢穴里没有雌性了 而是以后可以通过激素来控制其他的雌性 不能正常生育 那这种情况只有到 行军蚁的种群数量已经非常非常庞大了 庞大到我想要分出另外一个族群的时候 我才会再允许一个雌性具有繁殖能力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说正常一个族群当中 只有以后才可以进行繁殖 就是咱选不能是吧 对 选不能 来 我们来听一听正确答案是什么 有请高鹏博士为我们揭晓 答案是B 不可以 恭喜高崎老师答对了 恭喜高崎博士得到了十分 现在有请高鹏博士为我们出第二道题 题目二 行军蚁更喜欢以下哪种食物 A 白蚁 B 蚯蚓 我听起来好像蚯蚓很美味 好像是啊 实际是这样的 那对于这些行军蚁来说 它的每一个家庭里有成百万上千万这样的个体数量 但是蚯蚓我们都知道很难逮到一条 对 那这种时候实际对于行军蚁来说 它们最好的食物就是其他种类的蚂蚁和白蚁 那所以这里我觉得还是应该选白蚁 就是量大 而且易获得 投入没那么高 对 好 那么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有请高鹏博士为我们揭晓 答案是A 白蚁 恭喜高崎老师答对了 答对了 来 恭喜恭喜高崎老师又拿到十分 来看第三题 高鹏老师请出题 题目三 两群行军蚁在野外相遇 会发生以下哪种情况 A 直接忽略 B 相互进攻 狭路相逢 勇者胜 要有亮剑精神 那我就觉得他们不打架 其实我也喜欢不打架 你说这难免能碰上 老乡见老乡 两眼泪汪汪 那还不抱一块哭一场 是吧 对吧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道理 还是能想明白的 那为什么呢 比如说在长期的 这个进化过程当中 那我们说以前可能会有这种 攻击其他行军蚁的行军蚁 那他们的后果可能会怎样呢 早就被团灭了 对吧 那这样的话 其实这个物种最后 有可能就灭绝了 而到现在适应环境的 这些行军蚁 实际都明确了 对吧 我们彼此友好 那我们也离得远一点 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走我的独木桥 对 选A 选A 好 那么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由高鹏老师给公布 答案是A 直接忽略 恭喜高齐老师答对了 恭喜高齐老师又得十分 好 现在我们看看经过两轮之后 高齐老师的总分是多少 好 恭喜高齐老师九十五分 谢谢 由高齐老师给我们带来的 行军蚁心知 正式入驻我们的 动物心知图鉴 恭喜 好 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两种神奇的动物 一种是可以在天上飞的两鸟 一种可以是在满山遍野 在丛林当中奔跑的蚂蚁 那么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什么呢 海陆空三军咱们得集齐嘛 该说的就是海洋里的了 来 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另外一位神奇动物推荐人 有请李晶老师 李晶 海洋科普教育工作者 大家好 我是海洋科普工作者李晶 今天我推荐的是非常善于团队作战的海洋动物 鲨鱼 在我们的印象中 鲨鱼的捕猎行为往往都是单打独斗的 比如我们熟悉的大白鲨 幼鲨等 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鲨鱼 可能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长尾鲨 它们可能是海洋中最具辨识度的鲨鱼 现在我们在地球上大概能看到三种长尾鲨 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张鲨鱼片 我们来看一下 细尾长尾鲨 它们的尾巴细细长长的比身体还要长 体长最大可以长到六米 大眼长尾鲨 大大的眼睛又大又萌 它们的体长能长到四点五米 第三种 前海长尾鲨 它们的体长能长到三米左右 从图片中我们可以看到 它们的尾巴几乎站到了身体长度的一半 所以它们的个体在鲨鱼中算是小型鲨鱼 我站的地方是海边 长尾鲨就生活在海中水深不超过五百米的范围内 长尾鲨广泛分布在全球温带到热带的近岸水域 我国海域三种长尾鲨均有分布 通过我们仔细观察 你会发现长尾鲨的嘴巴和牙齿都小小的 所以长尾鲨主要捕食小型的鱼类 但是为了躲避捕食者 海洋中的小鱼们往往都会集结成数量庞大的鱼群 集体行动 躲避敌害 所以我们的长尾鲨如果单枪匹马地对付鱼群 那么它的捕猎难度会非常的大 成功率也会极低 所以为了活下去 长尾鲨的祖先学会了团队作战的技巧 这样依靠团队的力量 他们能够捕获更多的猎物 使得种群得以延续至今 如今这三种长尾鲨都是团队作战的高手 我们来看一段视频 首先他们会采取的是局部包围重点打击的策略 他们会先派出一些长尾鲨 在猎物没有察觉的情况下 迅速游到鱼群的前方 阻断鱼群的去路 其他成员才会从鱼群的上下左右慢慢包抄 逐渐缩小包围范围 形成局部包围的态势 这时长尾鲨还会用尾巴击打海水 驱赶鱼群向中间聚集 当鱼群发现长尾鲨的存在时 惊慌失措的小鱼纷纷举到鱼群的中心 形成一个巨大的鱼球 这时我们的长尾鲨团队就开始实施精准打击策略 这时它长长的尾巴就开始展现它真正的实力了 这个行为可称之为罕见 长尾鲨会迅速向鱼群冲去 将尾巴弹过头顶 像鞭子一样猛的一抽 高速一击的尾巴足以使很多鱼晕了过去 长尾鲨的尾巴能挥出80公里每小时的移动速度 相当于一秒钟移动22米 这个速度是相当快的 它们将猎物打晕后 一口将猎物吃下 吃饱的长尾鲨就会退回到包围阵型 让其他的同伴前去捕猎 几番下来 团队中的成员都大快朵移了 它们就会松开包围圈 放其他鱼群一条生路 为了完善团队捕猎的能力 长尾鲨还进化出了一整套完备的捕猎装备 它们中的每一个都是装备精良的特种兵 长尾鲨的嗅觉 它的灵敏度是人类的一百倍 它可以分辨出水中一百亿分之一的味道 长尾鲨还会通过比较两个鼻孔 所嗅到的气味之间的时间间隔 来判断猎物的方位 这还不算什么 要说最厉害的秘密武器 还是劳伦式狐腹 这是什么呢 它分布在鲨鱼稳的周围 藏在皮肤表面的小坑里 我们来看一张图片 原来它是鲨鱼的生物电感应器 鲨鱼皮肤表面的小孔 都连接着一个劳伦式小管 里面注满了年年的导电液体 劳伦式胡腹就在小管的末端和神经相连 猎物肌肉运动产生的生物电 通过小管被感觉细胞捕捉 转化成神经系号传输给大脑 鲨鱼在浑浊的水域或漆黑的海底时 它其他的感觉器官都会通通的失灵 这时胡腹就会开始发挥它巨大的作用了 它们就像一台台迷你的探测器 侦测周围环境中微弱的生物电 科学家们还通过研究它的工作原理 研发了低频电磁波探测器 这种低频探测技术具有抗干扰 敏敏度高的特点 广泛的应用在慢性病的远程监控 和体育运动中 人体生理信号的感知等多个领域 现在我们了解了长尾鲨的追踪装备了吧 所以我们在海洋中游泳 之所以没有遭遇到鲨鱼 多半是远处的鲨鱼对你不感兴趣 但绝不可能是鲨鱼没有发现你 自带武器的特种兵长尾鲨 就是我今天带来的新知分享 谢谢大家 李晶老师好 李晶老师好 你好 你好你好 没有想到李晶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的 这种神奇动物是真的 他的很多行为让人想象不到 好 那听完了李晶老师为我们讲述长尾鲨的故事 看一看我们的知识云分享团当中的各位成员 有哪一位愿意为我们补充更多的 关于动物组团打作战的新知 刚才李晶老师讲的长尾鲨是非常的精彩 尤其是劳伦士胡傅更上人 印象深刻 我能补充的不多 不过可以说三点 首先 这个长尾鲨不仅是捕猎的时候 团体作战 而且平时也是一种群居性的鲨鱼 这在鲨鱼中可不多见 第二点我要分享的是他们奇怪的生殖方式 一般的鱼都是产卵的 但是长尾鲨却是卵胎生的 什么是卵胎生呢 就是卵在腹腔中已经孵化成为小鲨鱼了 所以长尾鲨妈妈生出来的是一条一条的小长尾鲨 而且一次能生两到四条长尾鲨宝宝 那非常的神奇 最后我想补充分享的是他们的生存状况 他们就非常宾威了 需要我们的关注 三种长尾鲨都列入了国际宾威动物红色明路 所以一定要去保护关注他们 好 那么刚才由李晶老师给我们带来的 动物新知关于长尾鲨的内容 不知道能够让我们多少位云上观众满意 我们大家准备投票 由李晶老师给我们带来的 动物新知关于长尾鲨的内容 不知道能够让我们多少位云上观众满意 我们大家准备投票 56票 恭喜您 恭喜您 然后丁熙老师 您就不打算问点什么 那我们知道这个鲨鱼 它游起来的时候 速度是非常快的 那我想问一下 鲨鱼有倒车的功能吗 这个就很遗憾了 因为鲨鱼呢 它是属于软骨鱼类 那么跟我们这个看到的 这个硬骨鱼类它往后游 很方便的往后游是不一样的 那么它的胸脐是比较死的动不了 所以它不能像硬骨鱼类那样呢 做那种向后滑水 逆向滑水的动作 对 所以呢 对于鲨鱼来说 倒车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在有些电影里看到那种描述是正确的 这鲨鱼过来顶了你之后 尝一尝 这不太好吃 又想去尝一尝旁边的人 它不会倒车回来 它会 哇 那好大一圈 就很一圈 对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科学点评专家 张静硕老师为李星老师打多少分 同时关于藏尾鲨 你也可以给我们补充点支持 好的 实际上世界上大概有500种的鲨鱼 真正能够攻击人的鲨鱼是非常少的 一般来认为可能只有四五种或者五六种 所以包括像长尾鲨在内的这些鲨鱼 你不要看它好像尾巴长那么长 长得那么大 但其实它却是一个非常温顺的一种动物 对人是没有伤害的 但是当然了 我们通过李老师的这种介绍 也发现确实这个长尾鲨有它的一个生存的策略 我觉得还是带来了非常让我们惊奇的这些 行为给我们展现出来 所以我综合来讲呢 我觉得李老师讲得非常好 那么我还是给九分吧 好 谢谢 高分 我们现在就看一看李晶老师为我们带来的 长尾鲨的分享 第一轮之后得分是多少 六十五 恭喜李晶老师 谢谢 好 现在呢 我们李晶老师要接受知识云分享团他们的挑战了 看哪一个人给您出题 来 我们的知识云分享团请旋转起来 停 好 由我们的罗小峰老师来为您出题 请连线罗小峰老师 第一题 长尾鲨医生都需要不停地游动 这是正确的吗 A 是 B 不是 请作答 这题我能答得懂 鲨鱼跟其他的鱼类是不一样的 这个鲨鱼必须要不停地游 不停地游 不停地游 一辈子都要不停地游 是吧 长尾鲨是需要 这个一生都要不停地游动 使这个水流流过它的腮部 它才能够迅速地呼吸 但并不是所有的鲨鱼 都需要不停地游动 那么有一些鲨鱼 它们就可以躺在海底 靠嘴和烟 以及把水流压过腮部来呼吸 我觉得您肯定选得对了 罗小峰老师来公布正确答案 答案是A 是的 好 恭喜李军老师答对一题获得十分 再来看第二题 罗老师请出题 第二题 长尾鲨的尾巴除了捕食之外 还有什么其他作用呢 A 去除体表寄生鱼 B 推动身体跃出水面 请作答 这个题呢我选择B 长尾鲨呢不但游速很快 它们还非常善于跳跃 有记载呢 长尾鲨会跃出水面 捕食飞鱼 甚至是低空掠过的小鸟 何其倒霉的鸟 天哪能被鲨鱼捉着 好吧 那么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请罗小峰老师公布 答案是B 推动身体跃出水面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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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得十分 好 最后一题 罗老师请出题 第三题 鲨鱼身上是有鳞片的吗 A 有 B 没有 请作答 鲨鱼 谁说的话 记录片啊 这个鲨鱼表面皮肤好像是非常光滑的 您啊 不是说糙的吗 是钝的 是带个钝 钝形鳞吗 对 但是其实如果我们去摸鲨鱼 您就知道 这个鲨鱼的皮肤是特别粗糙的 我们从头往尾摸 可能还好一点 但是从尾往这个头不摸 它有可能会拉破你的手指 这就说明我们的鲨鱼 其实是有鳞片的 只不过它的鳞片非常的细小 叫做钝鳞 那么它的这个发生装置 其实和鲨鱼牙齿是同源的 所以有的科学家就戏称 我们的鲨鱼是浑身长牙的动物 所以我们的鲨鱼是有鳞片的 来 我们看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 请罗晓峰老师公布 答案是A 有的 好 谢谢罗晓峰老师 李星老师我想多问一句 鲨鱼有鱼镖吗 没有 它是软骨鱼 所以没有鱼镖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鲨鱼需要只有靠游泳 才能够游起来 要不然的话停止游泳呢 它就会沉到水底 对 它不像我们说其他的有鱼镖的鱼类 它可以借助鱼镖的收缩扩张 然后让自己上上下下地浮动 所以它要全靠自己一身肌肉不停地去游 鲨鱼很辛苦的 同情同情鲨鱼吧 好 两轮过后 李晶老师的积分是多少呢 95分 恭喜李晶老师 由李晶老师为我们带来的长尾沙新知 成功入驻我们的动物新知图鉴 紫赤两鸟 好 行军蚁 长尾沙 不知道这三种能够组团作战的动物 哪一种给您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好 非常感谢静硕老师 还有丁熙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 也感谢我们三位神奇动物推介者 给我们带来如此有趣的动物新知 当然还要感谢我们的知识云分享团朋友们的五次奉献 更加要感谢的那就是我们的六十位云上观众了 大家都辛苦了 好 神奇动物有新知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科学动物园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